你可能没买过Honda 但你一定见过它的标志 一个H简洁概念 却能出现在各种地方 机车上 汽车上 割草机 电动发电机上 连危机都有 没错 一家公司横跨了地面水面天空 还有你家后院的草坪 这家公司的名字叫Honda本田 但你知道吗 这家全球年营收超过1500亿美元的企业 最早只是一个连活塞环都做不好的小工厂 这种什么都做的执着 支撑了它的业务广度 Honda至今仍是全球最大的发动机制造商之一 生产的通用发动机 从割草机到发电机 以耐用和启动性极强著称 这是它对把螺丝拧紧工程精神的极致体现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 Honda的故事有多疯狂 故事要从一个小男孩开始讲起 他叫本田中医郎 1906年出生在日本靖岗县 他爸是个修车的 耳濡目染之下 小中医郎从小就爱猜东西 尤其是那种有轮子的 别人家的小孩玩木剑 他却沉迷改 脚踏车坐小汽油引擎 甚至直接不读书了 你没听错 他15岁就跑去东京当学徒 还不领工资 专门学修车 而这个叛逆少年后来 真的靠修车改变了世界 1930年代本田中医郎成立了东海经济研究所 开始研究活塞环想卖给疯天 但一开始被闲品质不合格 他不服气就自己去靖岗工业学校重修材料学 还每天泡在实验室里硬是把产品做到合格 看得出来他这人不只是爱车是爱做到极致 可惜啊接下来日本战争爆发 他的厂房在二战末期遭到轰炸 又被地震震毁几乎全军覆没 换别人早就放弃了 但中医郎反而开始人生最关键的一步 用改装引擎加自行车 组合出了一种新型交通工具 叫摩托自行车 这就是亨达第一代机车的起点 1948年他正式创立了本田技研工业诸事会社 注册资本是100万日元 这个数字在战后初期是很真实的起点 员工34人 然后他们就做出了第一台真正的摩托车 军地形 命名也很直接梦想 但比起名字 它的性能才是关键 那时候的日本百废戴新 人们需要便宜 省油能穿梭小巷的代步工具 亨达的摩托车刚好踩中这个点 到了1950年代 亨达已经成为日本第一大摩托车制造商 并开始出口到海外 不过光是坐摩托综艺郎不甘心 他说我不要只坐两轮 我要四轮要飞天 于是1950年代末 亨达开始进入汽车领域 第一款四轮车是T360V型货车 紧接着是S500跑车 这两款车虽然小众 但却标志着亨达正式杀入汽车市场 然后一台叫Civic的小车 彻底改变了亨达的命运 1970年代 石油危机让美国人开始讨厌大车吃油怪 而Civic恰恰相反 小巧省油价格便宜 还搭载了亨达独家的CVCC引擎 一种不用催化转换器 也能通过美国环保法规的发动机 在美国市场一战成名 你可以理解成 它是靠技术赢得美国的日系第一车 而这背后的精神 就是亨达骨子里对技术和独立研发的偏执 顺利进军北美之后 亨达干了一件超级大胆的事 它成为第一家在美国设厂的日本车厂 1982年 亨达在俄亥俄洲建厂生产ACORD 也就是雅阁 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 ACORD成为首款在美国本土生产 且部分车型出口回日本的日系车型 这一步打破了日本车全部进口的传统印象 这不仅大幅节省了运输成本 更重要的是 让美国人感受到 这不是外来品牌在割韭菜 而是一起制造 一起成长 这一步棋让Honda在北美市场彻底站稳脚跟 顺便说一句 雅阁这台车还曾连续多年成为美国最畅销的轿车之一 Honda靠的不是广告 而是真材实料 这种对技术的极致追求 最终诞生了让无数粉丝热血沸腾的VTEC 可变气门证实和深层电子控制系统 它让小排量发动机在高转速下爆发出惊人动力 成为了Honda引擎的灵魂代名词 有人说如果丰田坐车是为了可靠的家庭出行 那本田坐车就是为了那份纯粹的驾驶乐趣 但别以为Honda只想当技术宅 它骨子里其实很爱冒险 除了民用车它还玩赛车 Honda的赛车血统深厚 早在1964年 他们就以完整车队和发动机制造商的身份参赞F1 并在1965年墨西哥站就赢得首场胜利 到了1980年代 Honda与Williams McLaren等队合作 成为了F1黄金年代的核心力量 与麦拉伦合作时 甚至创造了F1历史最辉煌的MP44车款 车手叫做Airtone Cine F1史上最传奇的名字之一 Honda的引擎在希娜的驾驶下 宛如野兽咆哮 速度和稳定性让人瞠目结舌 被称为天作之和 之后的故事你可能想象不到 1992年后 Honda短暂退出赛场 2000年代又以车队回归 更耐人寻味的是 2009年Honda退出后 车队被罗斯布朗Rose Brown 收购并更名为Brown GP 并用Honda留下的基础 在当年夺得双料冠军 随后这支车队被梅塞德斯收购 成为梅塞德斯F1王朝的前身 可以说 Honda不仅追求技术 还热爱速度 而如果说NSX是Honda的超跑图腾 那Civic Type R就是平民战神 从1997年第一代EK9开始 Type R就成为了Honda赛车技术下放民用的代表 轻烂化红头引擎手动变速箱赛道调教 到了第十代Type R 甚至在牛柏林北环拿下最速前驱车的头衔 震撼整个车摊 它让世界知道 一台前轮驱动小钢炮 也能跑出后驱超跑的气势 当然它也不是没有挫折 1990年代 Honda曾因为过度依赖北美市场 导致在日本本土销量疲软 同时产品线保守措施了一些高端车的机会 于是他们做了一件大胆的事 创立了豪华车品牌 EKRA 欧哥 这是日本车企中第一个推出高端品牌的厂商 比Toyota的Lexus还早 EKRA NSX超级跑车一出 连法拉利都感到压力 不仅是NSX Honda在1999年还推出了另一台经典跑车 S2000 这台车为纪念公司50周年而生 搭载了当时全球量产引擎 终身功率最高的自吸发动机 极限转速高达9000转 被誉为技术载的浪漫 它没有涡轮 没有复杂的电子系统 只有纯粹的后驱手排机械平衡 有人说Toyota有Supra Nissan有GTR 而Honda的灵魂就是NSX和S2000 他们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告诉全世界 我们造车 不只是为了通勤 而是为了热爱 谁能想到 一家坐摩托起家的公司 居然挑战了超级跑车的顶端 不过进入2000年以后 Honda也开始面临转型压力 油电混合车慢了Toyota一步 柴油车布局又输给欧洲厂商 再加上全球车市竞争越来越激烈 Honda的全球市占一度下滑 但你以为Honda就这样认输了吗 不 这家公司最擅长的就是在低谷时爆出奇招 他们没选主流的插电混合 也没向Toyota使手混动路线 而是直接研发氢燃料电池车和电动飞机 对就是飞机 HondaJet是他们的最新王牌 甚至成为全球最畅销的轻型喷射机之一 HondaJet最独特的设计 是它把引擎放在机翼上方 而不是传统的下方或机身尾部 这种叫做over the wind布局 不仅能减少空气阻力 还降低了机舱噪音 而这种设计居然是Honda工程师 在咖啡店纸巾上画出来的灵感草图 2015年起正式交付后 迅速成为轻型喷射机市场的销售冠军 从机车到飞机 这家公司是真的实现了地表到天空的全制霸 这家公司真的是什么都敢做 而在今天Honda仍是全球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 年销量超过1700万辆 也是日本第三大汽车制造商 仅次于Toyota和日产 而它的灵魂始终没变 热爱机械偏执研发什么都想试一试 但进入21世纪后风向变了 传统汽车巨头 开始面对两个新敌人 一个叫电动化 另一个叫智能化 而Honda这家机械魂爆棚的公司 面对这两波浪潮走的 有点崎岖 说到电动车 很多人以为Honda动作太慢 但其实他们2008年就有了insight混动车型 这比Toyota普瑞斯在美国的普及稍晚一些 但同样是早期混动技术的代表 可惜的是 Honda当时更强调驾驶感受 而不是环保理念 相比之下 普瑞斯用沈尤加环保的标签 打动了更多大众 insight则显得有点技术宅自嗨 这也让Honda错失了 打造混动王者的第一波红利 等他们回头想补电动车战场 Toyota已经混动称王 特斯拉已经登基为新能源之王 不过Honda也不是没尝试 2016年推出Clarity系列 横跨插电式电池式 还有氢燃料电池车型 听起来很厉害吧 问题是 这三款车都卖不好 最大的问题在于 Honda的电动车没有形成统一平台 开发节奏慢 电池技术又依赖外部工艺 连北美消费者都看不懂他到底在搞哪一套 很多人调侃说 Honda的电动车连他自己都不太相信 那Honda到底姓什么 答案是氢燃料 他们押注未来不是离电池 而是嘉欣三分钟跑几百公里的燃料电池车 Clarity Fuel Cell就是他们的代表作 但市场完全没跟上 嘉欣占难见成本高 政策不到位 尽管氢燃料电池车技术领先 氢能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接受度仍是制约因素 Honda的布局走在了行业前列 这次他们太超前反而摔了一跤 与此同时 Honda在智能化这块也有点走神 别人都在搞自动驾驶OTA升级智慧座舱 Honda却在搞 机器人 没错 你可能还记得那个穿白色太空衣 走起路来像喝醉的小机器人 S Nemo 它是Honda从2000年开始 投入研发的两族行走机器人 被誉为最接近人类的机器人 可以听懂指令行走奔跑 上下楼梯 甚至还能倒水给你喝 技术超前 媒体宠爱 但 商业化价值为零 Azimo更像是Honda工程师情怀的极致表达 炫技满分 但烧钱无底洞 最后这个项目在2018年被正式叫停 虽然Azimo下线了 但Honda并没有放弃机器人梦 他们把技术转向了使用型载人机器人方向 例如UniOne 一个像座椅的单人机动设备 可以用身体重心控制方向 让行动不变者也能自由移动 同时还计划打造协作机器人 可以在人类家庭或工厂中完成指定任务 Honda说我们不做仿生机器人 我们做有用的伙伴 这也代表了他们从展示科技力 转向使用AI机器人的重要转型 Honda承认机器人技术再浪漫也得回归市场 那Honda是认输了吗 没有 他转头就宣布了2030愿景 要从一家汽车制造商 转型为移动解决方案提供商 听起来很抽象 但他们是真的在干 2021年Honda宣布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推动电动化 到2040年只卖纯电和氢燃料车 彻底淘汰燃油车 你没听错 一个以VTEC发动机起家的品牌 要全面放弃内燃机 这是Honda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略转向 那他们怎么做 第一步找盟友 Honda找上了老朋友 GM通用汽车 两家公司一起开发OTM平台 也就是后来的Honda Prologue和Acura ZDX电动车 别忘了 这些车虽然打着Honda招牌 底层平台其实是GM造的 这代表什么 Honda自己也意识到 光靠内部团队已经追不上特斯拉和比亚迪了 这次合作表明了Honda面对全球电动化浪潮 选择以开放合作的方式 加速推进北美市场的电气化进程 但这也引发了争议 一个靠技术独立起家的品牌 如今却要靠别人平台 工程师不满粉丝失落 外界观望 这就是Honda理性求生的一面 除了北美电动车 Honda在中国也动作平平 他们跟东风本田中国合资成立了EN电动品牌 推出ENSE和ENPE电动车 你可能觉得名字有点拗口 但这是Honda试图在中国市场打出一张全电新牌 同时他们也宣布将在中国建立专属的EV工厂 电池工厂研发中心连软件生态也自己搞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连中国都守不住 全球就没得玩了 除了车 Honda还把目光放到空中 没错 他们真的在造飞行器 Honda EV套 就是他们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项目 你可以理解为空中版Uber 一种未来城市的短程飞行工具 而且还不止飞机 他们还想坐月球车 他们和JAXA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合作开发电动月球车 准备在2030年代协助月面任务 一家公司重坐活塞环 到现在想上月球 是不是有点众恶又有点浪漫 但说到底 Honda最强的依然是他们的品牌底子 你可以批评它保守慢半拍 转型失败过 但你不能否认 它始终是最能制造稳定品质 最会坐小车 最理解中产家庭需求的品牌之一 在全球Honda的车 以耐用保值油耗低文明 你去美国东南亚非洲问一圈 Honda车主都在说一句话 这车开不坏 而Honda的两轮车 至今仍是发展中国家的命脉 在印度东南亚非洲 每年都有数千万辆 汉的摩托车 支撑着一个家庭的生计 甚至在马来西亚 连警车都是用Honda Civic 你没听错 一台买菜小车 居然能承担国家执法任务 可见它在实用性 与可靠性上的信任度有多高 不是因为炫 不是因为快 而是因为 它可靠省油修得起 这种朴素的价值 才是Honda能活这么久的关键 总结一句话 Honda不是一家最足潮流的公司 它是一家愿意花十年二十年 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公司 它不是最热血的车厂 却是最执着的工程公司 不是最性感的品牌 却是最实在的存在 一个把螺丝拧紧再拧紧一点的品牌 它不吵不闹 却始终在场 这就是Honda的故事